那另外我们的这个海军司令 下周要访美 算不算是一种彩虹线呢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讲了语气非常强硬 就是中方坚决反对 台美的军事勾连 一个中国的原则 是一个政治基础 你怎么看待 台美不管怎么样的军事互动 我要说一句直白的话 实在是帮助不大 真的帮助不大 邓宇宙当然讲说 这个在西太平洋地区 美军跟解放军的军力的比重 比如说以前大概是40比1 现在可能是变成20比20 搞不好现在已经变成30比20 这个就是一个邓宇宙所讲 但是新闻吗 不是 美国外的兵队都这么讲 美国的智库都这么讲 他说要我们这样钱不够 所以我们要美国国会拨更多钱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 做哪个做哪个 可是想一想好像没有一样管用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敢打大陆的本土 大陆也不会去打美国的本土 对啊 可大陆的本土离台湾海域很近 就是先天性的优势 这个是无法克服的 所以这个零件当然是话中有话 我们海军司令这次跑到美国去 我们所有的军种里面 海军跟空军跟美国的关系 是比陆军来的密切 那买什么 买冰台作战舰吗 那个美国都觉得一个头 五个大的舰艇吗 还是他们给我们什么 了不起的 这个新的什么潜水艇吗 我们要很客观的面对 我们的处见 去做出政治上的判断 不要说一味的抱负平和 你说哎呀我们大胆二胆 我觉得不忍心去发生战争 而且是在惊吓水域 我敢讲 大胆二胆的官兵 根本没有生存的条件 只要发生战争 你不要告诉我 你有多少战备 为什么 因为太近了 这么简单 大陆可以把这个岛 整个炸翻掉的东西 所以有没有一种 要被没收的感觉 大胆二胆啊东营啊 就是说最好不要发生战争 当然 今天他就是用个无人机在拍 对不对 对 你要知道 这还小事情 对 因为两岸和谐 他拍一拍都走啦 那来个哎呀我看到你了 对 你要知道 乌克兰战争任何一个步兵 或者甚至于炮兵 只要被无人机 锁定 锁定 对不起就没了 就没了 所以你看美国那个M1到处敞 对不对 爱国子飞弹到处敞 就是这个处境 那我们的大胆二胆 跟金门的官兵 不要我们 不要给他太多任务 不要给他期待太高 对 我们今天如果是爱子如鸣的话 我们要去确保他们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他们也保护不了台湾啊 是的 说白了 他就是 就是一个牺牲品 因为蒋介石时代的大胆二岛的功能跟现在功能就不一样了 那你不认清这个事实 还每天在那边讲的 有的没有的 我这个四月几号到几号 我要这个实弹射击要什么炮什么枪 你有没有弄错啊 乌克兰战争根本看不到枪都是炮 而且炮一个比一个大 刚开始说什么 100磅了 现在300磅了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军事的紧张 3000都抬出来 军事的紧张用政治来处理会比较容易 所以一定要政治来处理 为什么 军人是无辜的 你今天不要去怪说你法律动作不标准 军人真的是无辜了 因为军人要不要打仗不是军人决定的 是你赖清德 蔡英文决定的 甚至根本连邱国正都没有决定权利啊 所以委员你看 马上就要520了 520这个演说 预料大家对于赖清德的期待也不高 但是就在520前 整个四月份今夏海域在演习 然后你看人家无人机把我们拍得这么的清楚 东沙也要开始控制了 等等等 包括我稍后会讲 我们的海军输破区好像也被占掉了 你怎么看待520前的这个态势 大陆摆出一个什么样的正式来 这个其实就是刚才将军所讲的 是这个忍耐焦话 我是比较倾向于说钓鱼台话 钓鱼台是什么意思呢 日本人说钓鱼台是他的 然后解放军也不去登岛 然后日本一船进入钓鱼台的领海 他就派海警船把他赶走 领海是谁的 对吧 那你日本的海上保安船敢跟他打吗 也不是啊 就对峙一下 互相打个招呼就各自离开了 所以钓鱼台的24海里里面 基本上看不到日本的渔船 以前日本的渔船多横呀 它占据那个海域 那我们台湾渔船就打我们台湾渔船 什么话我们台湾渔船就吃很大亏啊 那现在解放军把日本的渔船赶走了 我们台湾渔船也比较赶到旁边去 去钓钓鱼啊 所以这是一种政治艺术的运用 就是大陆在传达政治讯息 你管你的岛 我管我的海 那各有一个面子可以回去交代 那我们不要为这问题吵太多 就把它冷冻在这里 那日本人本来很气愤啊 结果呢 默默接手 那现在金门岛大胆二胆私渝 是不是这样模式 就是啊 岛是你的我不去干扰 你我不登陆啊 但是我就今天这个船去 明天那个船去 那如果有看不爽的船 我就把它赶走 就这样 对啊 那看得爽的 就让你过去吧 而且你要送什么东西 要要等于是我要允许嘛 对不对 他不用他允许 他哪一天看不爽 要真的赶走 对啊 好了 这个还有很多军事的东西 我稍后再请立将军讲 但是我还是在说了 这个军事的冲突 当然是要由政治来化解 所以亮哥你怎么看的 亮哥也刚从大陆回来 这个大陆民众对于马英九的二访 这次还要去北京 还有马西会 有期待吗 这个马英九的行程也 细节也出来了 有没有在礼拜一 四月一号 有人说 这个预言节 要搭南航前往 先去深圳 到广州 然后去黄花岗 跟中山大学有交流 然后四月三号 到陕西西安去 在这里会有个重头戏 祭拜皇帝林 然后四月七号到北京 四月八号 就是众所期待的马席二会 他也会跟北京大学的学生座谈 当然也会去这个地标市的 所有政治人物去 一定会去故宫 那这个当然马英九还是说行程没有定案了 所以从这个政治的角度来看 马英九去的时候 也是在一个 这个惊吓海域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实弹射击 我先问一下两个 四月八号刚好在这个射击的时间点 这个民进党会使个盼子吗 把情势搞得紧张一点吗 应该不会 因为目前看到民进党是立委 纷纷出来攻击马英九 那可是包括赖清德 包括陆委会 包括蔡英文 都保持一定的空间 那你也看到李文中跟马永诚 去参加这个 我们说丁渝州的八十大寿 那李文中还出来把他写出来 说他劝赖清德 要调整逢中必反的调调 那还强调两岸同文同种 同根同源等等 那他当然也是被生育的围剿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攜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 一起健康下单吧 小包装保肤的 我遇到这里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